神经瘤引起的触前掌痛的非手术 非药物保守疗法 莫顿氏神经瘤 mortens neuroma 不是cancer 是一种轮型结节 是增生来的 上面黄色的轮型结节 在脚底遮神经的膜 和周围的胶原组织 受到遮骨的磨压而出现 磨压之后增生变厚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轮型结节 多发于在第三和第四脚趾的中间 一踩到的时候就会很痛 病变的原因 因为神经膜反复受到磨压变厚 致病原因 多数因为跑步长时间暂立的职业 和近年内流行的戈尔夫球 诊断莫顿氏神经瘤可以用很安全的 目得是病症 Modus sign 检查方法就是 幻脚在飞虎重的状态 不是站在这里的 医生的手就捉住了一只幻脚 另外一只手就用大拇指 按压最痛的地方 那个手捉住 那个手一擠压的时候 是擠压最横的地方 对吧 擠压加按压的时候 病人就会很痛 还有按压的时候就哭哭声 这样就可以暂时确诊为 莫顿氏神经瘤而加以治疗 治疗莫顿氏神经瘤一般来说 一定要用保守的疗法 最少一年 然后才考虑手术 还有对治疗有重大启示的 因为在电脑掃描其他病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脚是有莫顿氏神经瘤 但是完全是没有莫顿氏神经瘤的病征的 可能患者的遮骨之间的空间就比较阔 如果我们应用这个发现的时候 可以将遮骨之间的脚底肌肉 加以强化发展 将遮骨之间的空间增大 再加上ENAR的治疗机的消炎作用 就可以跟着这个病了 中文是神经系统自动调节功能的电疗机 它对管道狭窄引起的肩氏炎是有特效的 好像从左上角那个叫做管管综合症 再下来下面就是那个爪隧道症候群 也就是叫做哥尔夫球爪 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帕基子 帕基子对上那个就是腹管综合症 ENAR对这些都是很有特效的 膜顿舌神经瘤就要加以 ENAR之外加以运动和增强那个遮骨之间的空间 然后才有很大的效果 如果脚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例如就是50年代因为吃大脑 都不是子偶的妇女生了出来的 那些婴儿有很多是没有手的 但是很多这些婴儿是用脚的时候 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势力的工作 好像画画、图里面画画那些 可见加强发展脚底肌肉的空间 的可能性是很大 当遮骨的空间较阔的时候 就可以跟着莫顿血神经流 我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 练得到丹田、气贴、上下相连的人 可以将丹田的力贯于脚 这样就更加有效 可以增强脚的小肌肉 好像肚中间里面的遮骨间 那个引状肌 就是一些很小的肌肉 在遮骨中间 那扩大这些遮骨中间的空间 的肌肉的时候 就可以跟着莫顿血神经流 好了 我书里面有很具体的方法 其中一个具体的方法 就是传至红旋帝子那些 连丹田的秘诀 方法就是用一条 四至五横尺闊的布带 或者皮带 扎在腰眼水平的腹部 就是肚瓷下的那样的地方 再用一尺长左右的竹 或者弹性的东西 就是点住肚瓷下面那一点 唱平后的用力套 豆腐 唱指后的用力套 超超超超超 最少十五分钟 这个就是他们红旋帝子 练丹田 和练声的秘诀 根据我的研究 这上面的传统智慧 是有医学根据 和有生理解剖支持的 应该在这些已知的经验上 推陈出身 发扬光大 好像我就试过 用预曲菌花的方法 来测试我单前的功力 那个示范 就上载在YouTube 那里了 请你在George Ho 有一部电影之中 点击之后 就选择这部电影来看 更多研究 就会更加在YouTube里面发表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另一个本 就是我本 《非手术非药物足底根莫炎》 的治疗法的书 也是有同类研究的发表 你可以看这个频道的电影 或者是购买这本书 多谢 请不吝点赞 点击之后 感谢观看